长照2.0上路以来,卫福部估算住宿市长照机构缺口能超过5万张床 而卫福部将花费50亿元增设平价的住宿市长照机构 而在9号的立法院未还委员会上,立委蒋万安提到 如何维持平价,还有照护人力从哪里来 对此,卫福部次长表示,可以透过部立医院剩下的医疗义务费用来补足盈亏 或是由非盈利组织来经营,以及使用工友的土地房设 公办民营也好,公办公营也好 那我请教部长,因为你标榜是平价 你们有没有考量,接下来你们盖好之后 你们要怎么收费,包括人事,包括金长门,折旧成本等等 你要怎么维持这个平价又优质的住宿市照护机构 收费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会依照不同的区域 它的这个物价的指数等等去定这个收费的标准 控制在利润不要过多,那或者是说 甚至有稍息的亏损,那能够去做 我们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弥补了 立委成寅提到,文件站如果使用工友空间 能够优先补助,但有很多文件站送审后 没有附上同意书,而圆明会竟然直接给予补助 光花莲地区就有16家违规 甚至排挤到其他一流程申请的文件站 因此圆明会承诺会公开可使用的公共空间 让想办理文件站的团体能够参考 我只要要通过要优先得到补助 我就说我使用的是公有空间 那当然是说,地方政府在出审的时候 当然所有的一个平衡项目他们都会看 包括人力量能空间跟实地场看那个结果 那但是他们会排一个优先顺序出来 对啊,但是重点是重点 它是根本没有那个空间的同意书嘛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即便它再有什么竞争力,再有什么优势 你没有那个同意书,你怎么去使用那个空间 你不是违法使用,违规使用了吗 另外立委也针对民间团体提出的 强化家庭照顾架诉求 让劳工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 不过卫福部表示 还是希望民众使用长照服务 但关于家庭照顾架 会配合劳动部政策来进行 原则新闻,纳部丢队,立法院采访报导